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如此费尽心思照顾孩子 唐妍实在是太幸福了 罗锦升级当爸 在家照顾孩子帮唐妍坐月子 唐妍也没闲着 为老公的心惧安加助力 每天追剧追得十分开心 网友酸了 评论说 若不是月子生活十分舒适 拿来的时间追剧呢 诶 露露妈妈 罗锦真是失利宠妻 但人病人 气死人 模范老公从来都是别人家的 我老公在我坐月子时只会发胖 诶 小鱼土泡泡 罗锦他烟太甜了 现在又有了小宝宝 真替他们开心 诶 不吃葡萄 唐妍真有福气 一胎就生了双胞胎 而且罗锦又体贴照顾 真让人羡慕 女性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 要坐月子好生调理 而且宝宝也需要照顾 这时候 老公就要辛苦些 帮助妻子做好月子 有些女性坐月子非常舒适 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帮助 尤其是丈夫 丈夫帮得好 妻子能轻松很多 月子里 宝爸可以帮助宝妈做很多事情 一 坐家务月子期间 孩子无法控制大小便 所以衣服要勤换洗 宝妈刚生完孩子 也要注意衣物的卫生 在月子期间不能接触凉水 也不宜劳累过度 所以洗衣服的工作 就落到宝爸的身上了 宝妈坐月子期间 也要加强营养房来水不足 做爸以及洗牌洗碗的工作 要辛苦饱 罢了 二 帮忙带来 在我们的印象中 宝妈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 但月子期间宝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带娃不方便 这期间被孩子抽奶粉 换尿布 洗衣服等工作 需要宝爸多帮忙 三 帮助宝妈恢复身心 生完孩子后 产妇需要恢复的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心理 很多人生完孩子后 会得产后抑郁症 主要是内心的情绪 无法及时排解 以及激素水平变化导致的 所以妻子生完孩子后 丈夫要多安慰鼓励 让妻子保持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上